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美国总统拜登此刻正在欧洲开完的G7 接下来就是这个所谓的北约峰会了 您看到的这是画面6月26号 当萧姿跟拜登站在一起边走边聊 他们在峰会前夕有一个双边会谈 然后有新闻出来了 据说北约的新战略概念会有什么 对中国强硬的文字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传出来了 就是今年的北约的开会的峰会的内容 有一项就是针对中国来的 要来围堵中国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太平洋 在我们的南海 在我们台湾附近 都可以看到很多对峙 或者是说紧张的场面 包括6月24号 台海中线由美国的军机P-8A 划出了海峡中线 由南往北飞 飞越的地方是台湾海峡 这是由南往北飞 然后中共的解放军当然全程戒备 媒体的文字描述是说 美军跟共机对峙21分钟 那这个好像有浓厚的校正的意思 那另外中国解放军也对日本相当的忌惮吗 还是说要给他一点教训吗 还是要威吓他们 因为最近这几天 6月份的中下旬 你可以看到 中国派出了很多的驱逐舰 补给舰 还有包括情报收集舰 在这个日本的海域周围不断的绕行 包括6月12号 6月16号 6月26号 从伊豆群到北 这个北面的90公里海域 也有815A型的情报收集舰 在这边绕行 所以感觉上很针对性的 除了来我们台湾的空域海域 来做一些侵扰之外 对剧本也这样子干 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美国怎么说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说 中共正进行二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 所以五角大厦非常的紧张 他们要加紧对关岛 可能遭遇到的导弹袭击 要做一些紧锣密鼓的准备 观众朋友 我们知道关岛的所在位置 就是在美军他们画出来的 第二岛链上面很关键的位置 在关岛上面有美军的空军 空军基地以及海军基地 所以他们一直在演练说 如果跟中国发生冲突 中国他射出导弹来打关岛 他们应该要怎么防备 所以您看到密密麻麻 这些字都是美国人 美军花了一大堆的钱 2000多万美元在这边 建弹药库拉 还有海军陆战队在这边 计划组建三个滨海的作战团 其中一个作战团就要部署在关岛 还有包括海军还在这边 做一些仓库的项目 还有包括高科技的网路技术 所以总而言之 美国将在2023年投入 8.92亿美元 要提高这个地方的指挥控制能力 那当然目的是谁 都不用多说 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解放军 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一些美国的退役 或是前将领 他们讲了一些话 我们也要稍微警惕一下 包括美国的前副国务卿 阿米塔吉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台湾四面环海吗 没有人可以送补给进来吗 他说我有一个idea 你们可以把我们美国 把这些储备的军备 全部送到日本 把日本当作一个中继站 当作一个仓库 然后运到台湾来 那日本也变成一个火药库吗 军备库吗 如果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外交部部长吴钊燮一向 对外的发言都很强硬 最近他接受外媒的访问的时候 他重申对岸意图 这个非常强烈要实现他们的霸权 所以我们要结合 包括日本 欧洲 美国来做反制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观众朋友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 金下大桥 或者有人说是下金大桥 总之就是金门跟厦门中间 盖一座大桥 有人就说 如果真的盖 今天是自由时报 做了一个报道 他说有一个不具名的中央的官员说 如果这个金下 习近平他严任后 他会统一台湾 武统台湾 他就是要夺取金门 以武逼桶 夺岛计划 这个岛叫做金门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盖什么 所谓的金下大桥 那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可是我们也要问 这个官员到底是谁 这个报道到底有没有来源 我们也要问问看 如果中共胆敢来进犯我们金门的话 台湾会怎么做 来 文员 台湾会怎么做 这个如果是这个823炮战 这是民国47年的823炮战 那就是说我们大概就一定全力用金门 要让中国继续存在 我先想这个问题好了 他说躲金门 然后来逼台湾投降 就怎么统一 你觉得会不会 金门如果被拿下来 对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有一些人是认为 金门 马祖跟太平岛这些 都是中华民国政府 国民政府带进来的嫁装 这都不要 不要因为我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我就独立 金门 马祖处于福建省 太平岛也很啰嗦 对不对 一大堆中共的人工的岛礁 就在附近 所以如果民进党执政 如果中共控制了金门 加上马祖好了 你说台湾就投降 不会了 对他们来讲某种程度 还有解脱的感觉 我的认为是这样子 我希望不要这样 如果中共真的要打台湾的话 他只铺台湾 不会金门 我不是看到柯文者这样讲才这样讲 我长久以来都这样讲 我干嘛乱费兵力在你金门身上 对不对 我直铺台湾 那你金门可能会打我下门 那我就反击你 把你的这些炮给摧毁掉就好了 至于说美国的日本这种 我现在讲就是说 阿弥陀佛我们都认得它了 你现在把美国的作战的物资 是放在日本 到时候谁从日本运到台湾来 他的想法是你日本去运 美国负责提供物资 你去运好了 你想日本会不会愿意 我不认为日本会愿意 因为这个就可能会引发战争 至于说现在很多的动作 中国大陆船舰经过宫古海峡 然后往南下 到菲律宾海这一带 然后美国的飞机又越过台湾海峡 这些东西要严格讲起来 这些东西严格讲起来 都是在公海上执行 所以七凤搞得很紧张 但是我一向把这个归纳为叫做 军事游戏 所谓游戏就是说大家心里有数 这个是不能真来打仗的 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玩一玩 那空中这个对峙也是游戏吗 也是游戏吗 全部都在公海上 公海的上空所执行的 没有一个有离开公海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各位不要把这东西看了 过后的紧张 但是的确有一个征兆是不好了 这个对立看起来是往上走 再往下走 走到一个阶段 就会变成不是军事游戏 这个游戏会变成军事游戏 会变成意外 是 不管你要或不要 很可能就发生差撞 这个就是插枪走 这个就会叫插枪走火 这个就会有问题 是 没有错 委员手机响了 来 归文 刚岳芳雍提到阿米塔吉 他以前是副国无亲 现在呢 那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不是 他在美国干嘛 他每天在美国开公关公司 在弄智库 在做一些游说的工作 阿米塔吉前阵子才来 那是以前的事情 他以前 其实AIT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以前当理事主义 当什么台北上 办事主书长 然后卸任之后就转去 华府的这些公关 所以你不要看他以前头衔 你要看他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 我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之前 6月21号 这是我们国防部公布的 我们防空识别区 共机的航机图 你可以看到飞到这边来了 飞到台东外海又飞回去 所以最近讲到这个福建号 就有人讲说这个大陆 因为他不是核子动力 他是不是打不到关岛 这讲这话我觉得也比较 我个人我是觉得比较保留 因为前面我们讲说 所谓的航空母舰 他最主要就是要载战斗机 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个图就是说 其实大陆它有五个战区 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战区 距离我们台湾最近那是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的大部分的机场的 大部分的战斗机 它的作战半径是涵盖台湾全岛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航空母舰的问题 他根本不用 如果他真的要打台湾 他根本不用出航空母舰 他机场直接飞就好了 怎么会去讲一下说 怎么飞得打得到关岛 打关岛是打美国 也许现在大陆的兵力军力 是打不于美国 打台湾不是绰绰有余吗 我给大家看国民党的民调 就是我们对美国 对日本 对大陆的好感度 我们对大陆好感度是最低的 对日本是最高 怎么会是这样子 对我们最有威胁的是谁 每天对我们文攻武克的是谁 可是我们对他的好感度是最低的 我们要怎么去扭转这个局面 这是国民党要去做的 因为民进党他就是抗中保台 国民党在这方面 能不能去做一些平衡 这是国民党最大战争应该做的事情 在野党就是不够平衡 来 那个不知名的学者是谁 我看他应该也不好意思 郁方哥在这里 官员 官员 他应该是有军事背景的官员 然后也有学者身份 总统府应该出来驳斥 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讲你是谁 你可以像玉方哥一样 明白的告诉你我觉得怎么样 所以这位如果是军事专家 是一个有军事常识的官员的话 对不起我没有你的军事常识 但是我发现我可能地理比你好一点 因为你可能完全搞错了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克里米亚 我们这个完全是没有要帮中国大陆讲话 拉得巧当然危险 可是金门危险不是台湾危险 来看一下 这是克里米亚 他旁边这边有一个俄罗斯的部队可以过来 克里米亚2014年以后就是俄罗斯在掌控 所以他往北打会打到乌克兰 危险危险 看起来是危险 这次打仗有从南部来的 去赫尔松罗就是克里米亚上来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拿来跟我们比较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个图 居然造成大牌花用第二次 我刚刚去把它找出来 还好我自己有贴 这个是金门的列宇 这个是金门的本岛 这叫金门大桥或叫金列大桥 因为是列宇 那现在要盖的是这个金下大桥是这里 那我就假设 我们用最坏的状况 因为时间也不多了 假设真的他如克里米亚一样 从桥这样过去 有没有可能 金门有没有可能被占领 是有可能 可是对不起金门跟台湾还差这么远 金门在这里 台湾在这里 你这个桥如果拉到淡水 你就讲说就像克里米亚 你是去说什么 所以现在金门是这样 可是金门很危险 是 那你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金门跟他要嘛老死不相往来 过去我们两岸的关系 前面的20年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那你小三通是谁 开始让他能够往来的 是蔡英文总统 那你干嘛开小三通 开小三通的时候 你不担心金门有一天会被通话 有一天会被干嘛 2018年的年底 我们就直接让金门的同胞 我们中央没有公民 喝大陆的泉州水 你不怕那个水被下毒吗 在战略上来讲 你喝他的水就已经是犯大忌了 为什么喝 因为这是现实需求 所以不要把这个桥 讲了那么的恐怖 阿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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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亚 再看一下 哪里有一样 克里米亚是直接打过去 就是乌克兰 我们今天是接到金门没有错 可是金门跟厦门 现在目前根本毫无敌意 他们生活圈其实是同一个 最小三通就过去了 还可以在那边购物 在那边做什么 所以不要把台湾跟金门的差异 完全省略 台湾跟金门有非常大的不同 是 这个不愿意透露的 这个名字的官员是这样讲 这个对岸会拿金门 马祖的领导 然后以舞逼统 要让台湾走向谈判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总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告诉你